大家好,9月11日第五部视频,越南通信社因为号召全越南抵制虚假消息、虚假新闻,获得世界报业和新闻出版协会推出的2020年亚洲数字媒体奖项,10月15号举行颁奖仪式。 这个越南通信社抗击虚假消息与虚假新闻的斗争主要分三个部分,推出了第一部分是有15个语言版本的说唱歌曲对虚假消息说不,第二呢就是针对年轻人抖音账号,一个越南版本, 使用情况中的这个怎么接受辨别虚假消息进行相应的这个宣传教育。 第三是针对小学到高中学生的虚假信息说不,技能培训项目。 哼,这个抖音传播虚假消息,大家都知道,很多不实的消息,很多没有来源的消息,甚至也谈不上是消息或者新闻, 更多像是一种宣传,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另类版本的新闻联播吧。 它不是一个新闻,就是造的,就是为了某种目的所进行的这种宣传,在抖音上大量存在。 其实在微信群也有很多,我觉得美国进抖音是有一定道理的,除了客户数据被,有可能被这个非法挪用,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上面充斥了大量的虚假消息和低俗消息,比郭德纲都低俗。 这个越南展开的这个行动,我感觉是非常棒,有力的就是净化了这种新闻界的这种虚假,炒作的这种风气。 希望这个越南这种行动能一直推行下去,不要对社会造成很多的误导, 不要对这个孩子们造成很多的这个,叫什么呢,我认为是一种伤害。 把这个孩子的价值观,兴趣,爱好,都引入歧途,而且让他们看不清世界, 接受一些这个非常低俗和虚假的世界观,价值观。 挺好的,越南我觉得近的好。 好,好嘞,这个消息播报完了,拜拜。